老花一每日一打回答一下特别的养好问题 一个这么说 你看这个叶片搭了下来了 花苞上面还有棕色的这个班子怎么回事 花友养的这个花呢叫茶花 不瞒大家伙说啊 我也在楼上扔了一棵茶花 我连管都没管 也是出现类似的情况 其实我跟华文说过一件事情 就是你要把塑料袋给套起来 晚上的时候套上 白天的时候打开 你可以晚上套之前的在叶子的背面稍微喷一喷水 第二天早上打开盆土里面啊 你摸一摸干了 你就浇就行 不用过分的很丝很烙 明白了吗 你像你说的这个花苞这了那了的 他不是在你这个环境里面出来的花苞 他也是开的不那么挖晒 你再加上他这个猛的一换环景啊 他都会出现这种情况 如果你在你这个环境养出来的花苞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 明白了吗 抽吧 这个时期也可以给肥掉 你别到时候说哎呀 我媳妇反正怀孕了 我不给他吃好吃的了 你怀孕了就不能跑吗 这不一个道理吗 出发盖的这个点 下个就把茶花叶片发黑茶花叶片 这种发黑像是冻的 花油这位 这种发黑像是冷啊 像是冻的 我不知道你在什么地方啊 这种像是冻的 温度低下个周宝说开了一束的话 浇水忽然花都弱了 什么原因又是茶花 茶花我之前你可以翻之前我有很多关于茶花的视频 茶花对于空气湿度的要求比较高 你我电话没说过无数次 茶花是全身吗 不叫山茶花吗 它在山上长着 你从底下往天上看是不是有云 其实到山上都是雾 它在空气湿度相对来说比较高的地方 而且稍微冷凉 而且在南方的山上还是一个弱酸 咱们家里边不具备这种条件 不是说你浇了水就落了 你不浇水 它也落 该浇水的浇水 晚上的时候套个大一点的塑料袋 就那种装冰箱洗衣机 类似的那种大塑料袋 你给他套一下 晚上的时候套上白山的时候你给打开 或者是自己人工的给他搭个小盆盆 它就开的很好了 主要是空气湿度的时候 下个周宝 北方的去年开的挺好 今年 哎 你看人这个花友养的这个茶花就很哇塞 他们家里边就很潮湿 我看到他这个 那个玻璃哈 你看都结了很多的水物 你看他这个就长得很好 很棒 你说今年这个开的有点皱皱巴巴 你没发现你这个 开的这个花苞啊 这个数量比去年多了吗 去年的时候稍微有点单 今年很爽 而且呢 你去年的时候跟去年废比的话 花开的又多又大 所以说你的这个肥料啊 水肥啊 就没有去年 给的那么 合适了 就是你去年你可能就啊 一两嘴花 你就不用肥料太能勉强 你今年你看你开了五六多 你再不用点肥料不给它顶上 它怎么能行呢 用繁肥水就可以了 等到明年再开的时候就比现在这个又大又多又好看了 主要是肥料没给好 明白了吗 周宝 下个周宝说 香菲叶子是不是感染了病女啊 这种叶子啊 就是像刺状的那种点点的发黄 一般都是叶子背面有那种刺激力的 你类似于红蜘蛛这种应该就是红蜘蛛了 反正病菌 它是呃 并虫害嘛 它是不分家的 病害跟虫害 你像只要是虫子咬过 它一般都会感染病菌 所以说怎么办 你杀菌要杀虫要一块来 如果说你现在看没有什么病了 你可以把这种不好的叶子剪掉 让它重新长 这就植物的优势 就跟咱们人的头发一样 是吧 干活分线不好了 剪了重新长呗 记得吃好喝好 哎 该给肥料给肥料 不就完了吗 下个粥吧 别的茶花没事 是不是情人节的茶花就比较矫情 这个夜间发黑一般都是鸡水 欧根啊 这话说 我 你看我现在土都是干的 你现在干没用 就跟我我家小孩一样 我说你要握着 哼 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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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我我是干的 我是干的 烧极红的 你昨天尿了 对吧 不一个道理吗 对吧 有话说我现在怎么办 你可以把表面的土挖出来一部分 露出来表面的根系 干了就酱不干不酱 用点杀菌药 其实很好办 别的没什么 觉得不错 今天给他关注了老花以后 每天给大家分享 很多人用的养花指手 我是老花一 养花记者一 白了 吃饭 嗨 嘿嘿